大家好,我是咕咕,今天接着和大家一起看犯罪心理第一季的第二集 故事紧接上一集,租长意外遇见了和自己的侧鞋描述完全吻合的小金杀手 对方举枪控制住了他,但租长冷静地说 我了解你,甚至比你自己更了解,比如我就知道你为什么口吃 接着镜头一转,租长已经安全地坐在办公室里和大家分享自己抓到小金杀手的经历 至于后来组长和小金杀手说了什么,又是如何抓到他的 组长迈起了关子,不愿意讲,这勾起了爱丽强烈的好奇心 组长便将这个问题反作为考题,让他自己来猜猜看 亚伦带来了新的案件,是一起校园恶性的纵火案 在一所大学里面,在过去的七个月中发生了六次火灾 前三起在三、五、九月,每个月各一起 后三起集中在最近的一个晚上,犯人一个晚上连续放了三把火 看来纵火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加快了纵火的速度和频率 众人先是观看了学生无意间拍下的火灾视频 镜头里面可以看到,先是对面的两间房着了火 接着拍视频所在的房间,凶手试图进来 发现门是锁着的,就直接从门缝里倒入了汽油,点燃了火焰 索性的是视频中被点燃的学生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在去案发地的路上,众人先是大数据分析了纵火犯的心理画像 有82%的可能是白人男性,可能是在17-27岁之间 理由通常是为了表达性或者是权力 到达案发的学校,老师说 今天学校的实验室里有几瓶毅然的化学品丢失了 摩根赶紧问,之前几瓶毅然误丢失与火灾发生间隔的时间 老师回答,只有一天 看来犯人很快就会再次作案了,大家赶紧行动 瑞德和亚伦去最近一起火灾现场调查 通常纵火犯是那种病态的会享受火灾发生过程的人 但本案有点奇怪,犯人是隔着门点燃的现场 似乎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能够看到里面的情况 摩根站在火灾发生的楼道里,模拟纵火犯的犯罪思路 假设他是凶手,该如何放火呢? 一定会选择从一楼放弃 因为火势都是从下往上蔓延 点燃最低处是最省力和彻底的做法 但是本案的凶手却选择在三楼放火 摩根猜想说出是出于某种原因在有选择的纵果 组长建议校长设置了一个线索征求热线 因为年环纵火犯,爱显摆张扬自己的个性 这个热线就是组长故意设下的陷阱 还没走两步,组长就直觉 学校有点不太对劲 他果断拉向了火警 同一时间,一位老师回办公室 开灯后引燃了房内的化学物质 一时间整个人陷入了火海之中 组长想冲进火海救老师 但被摩根给拉了出来 摩根知道组长又想起了之前的爆炸案 一时间失去了理智 都没有注意到老师已经死亡了 还想冲进去救他 校长难过火灾河失去老师的双重打击 这是一个叫杰瑞的学生进来 说自己知道凶手是怎么杀害老师的 晚上组长在校园里闲逛 遇见了巡逻员小哥 他知道组长是FBI后表现得特别好奇 组长调侃你这个反应有点像是纵火犯的个性 亚伦和瑞德来到学校的化学实验室 之前说自己知道凶手作案手法的杰瑞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凶手是如何利用灯泡 巧妙地设置了一个让被害人自己触发火灾的装置 另一个女学生补充道 制作这个装置只要三种原材料 原理也很简单 不一定是化学系的学生也能够做到 离开的时候艾伦了解到杰瑞是一个学霸 最近一直在科学楼里通宵研究三体问题 热线这边有消息了 凶手用变身器说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卡拉 组长反复听着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是一时间又说不上来 于是摩根就拜托了技术外援小天使 帮助尽可能还原声音 而摩根和艾莉就顺着犯人说的卡拉 在学校里面足够排查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组长在大楼里又一次遇到了巡逻小哥 小哥说自己和女朋友分手了 对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说他会遭到天谴之类的 组长听到天谴这个词 像是受到了启发 小天使这边也分析出了声音 说凶手不是在说卡拉 更像是在念卡龙 组长联想到 卡龙在西伯来语里 是上帝发露使用的词 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犯人行为 和通常意义上的纵活犯不同了 因为他不追求性或者权力的表达 而是和宗教有着关联性 组长建议 本案的犯人心理很特殊 应该发散思维考虑更多的可能性 瑞德便重新审视之前的线索录像带 果然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地方 录像带中 门把手被凶手扭动过 但不是那种仓促的乱扭 而是有节奏的转的三下 瑞德把发现告诉了组长他们 说犯人应该是一个强迫性障碍症 做什么都以三个为一组 结合犯人之前电话里的主张 应该是一种宗教性质引发的强迫症 带着这个思路去看之前的极其火灾 就会发现暗藏了很多数字为三的元素 被害的老师 办公室13号 他的上课时间是在一周的第三天 拍摄到的那场火灾现场 犯人也是烧的三层的房间 第一集火灾是在3月3号 下午的三点发生的 等等 还有很多包含三的元素 也就是说 一旦犯人遭遇了这种数字三 集中出现的情况 他就会控制不住的想要放火 就在大家思考这个犯人是谁时 亚伦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犯人既有可能就是之前化学系的学生 那个解释装置用了哪三样材料的女学生 克拉 亚伦怀疑她是因为她在举例时 把最后一个材料的名字 无意识地念了三遍 说话时会转动手上的戒指 每次转动三下 埃利和摩根立刻前去查看 克拉的房间 她不在那儿 但很明显能够察觉出 她是一个重度的宗教信徒 房间里还有不少自制的炸弹 埃伦翻到了一则克拉的新闻报道 原来她16岁时 曾经遭遇火灾并起寄生还 她母亲称自己的女儿 接受了上帝的考验 也看克拉家当年的门牌号 333号 这回测写画面就清晰了 克拉少年时期遭遇了火灾 母亲给她灌输了宗教思想 让她以为自己是天选之旅 现在放火 极有可能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 所以克拉并不是想伤害人 只是被宗教思想和强迫针给挟持了 不得不做 埃伦建议 组长如果意见克拉就不要考虑说服她了 因为她这样的心理状况 是听不进任何理性的劝说的 虽然明白犯人是克拉 但是却不知道她人在哪 何时何地引发下一次火灾 为了安全起见 小组立刻开始疏散 校园内所有学生 而此时研究三体的学霸杰瑞 任何其他两个同学一起坐电梯回去 在到达三楼的时候 电梯被人故意暂停了 三个人扒开电梯门想获得帮助 克拉在这时出现 告诉他们自己遵循上帝的旨意来帮助他们 随后就把三瓶易燃物 撒在了他们的身上 埃伦及时想起杰瑞研究三体的事 而他学习的科学楼三楼正好在施工中 于是赶忙前往 正好遇见了嘴里面念念有词 准备放火的克拉 埃伦劝说女孩理智一点 不要被不科学的宗教信仰所控制 克拉纠结了一下 还是准备投入火苗 埃伦当机立断 打伤了克拉的腿 但火苗还是向着电机内滚去 幸好被后一部及时赶到的组长 及时裁灭 案件解决 在回程的飞机上 埃伦告诉组长 自己知道关于小劲杀手口吃的原因了 这还多亏了埃伦的启发 埃伦是明知道克拉收服不通 还选择和他交流 因为他想拖延时间 组长也是这样一个思路 只是在用一个小劲杀手感兴趣的话题 拖延住对方以求多点时间 想好对付他的办法 时间回到他和小劲杀手对峙的时候 组长当时被枪指着 进入了一个小房间 里面全是受害者的照片 小劲杀手炫耀的说 自己一共杀了13个人 而警方只找了6个 连一半都不到 但组长可不想捧着杀人犯 于是嘴炮模式开启 说自己对他刮目相看 原本给他的测试描述 是一个愚蠢的人 今天一见 没想到你还会数数呢 接着不断加大力度嘲笑 他说话口吃的这个缺点 在犯人情绪激动到顶点 拿枪的手都在发抖时 组长顺利抢过了枪 制服了犯人 本集完 本集讲述了一个 打破惯例的特殊纵火犯 他给大家生动的上了一课 数据固然重要 但只能当作参考 还是要多考虑数据之外的可能性 相信很多人都会期待 借着上级的小劲杀手后续 有点遗憾的是 本集描写的篇幅并不多 过程也并没有那么的精心动过 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学习组长 遇到坏人 不要立刻开启嘴炮模式 记录对方 首先组长是了解凶手的信息的 也随时在读取他的面部信息 就像纵火犯案件里强调的 不同情况要不同的分析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组长 别还没等凶手被你气得发抖 凶器就已经招呼到你身上了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咕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